奧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星期四继续努力说服对伊朗核协议持有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改变立场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 这份协议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好办法 克里国务卿说他相信美国等世界大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将会防止伊朗获得到核武器 协议将会使到中东地区美国的朋友和盟友更加安全 让世界更安全 这个是事实 除了协议之外 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法 美国国会对伊朗核协议有60日的审议期 在今年9月中将会投票决定是否会批准 如果美国国会不批准 奥巴马总统说他将会对国会法案行使否决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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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